好 那如果说 它这边运算 运算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随机选一个数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灯 那个亮度不同乱散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刚刚说那个范围是0到255 所以我这里可以用0到255 这个就是随机乱数 然后把它塞进来 那它每次点灯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挑一个数字 所以亮度是电脑选的 偷刀是电脑选的 那所以我0.1秒就跳一次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你把它Action之后 你会看到它的亮度会随机的跳 随机跳亮度 如果刚好跳到0就是关灯 这个适用在很多场合 比如说做霓虹灯 或者你要做那个舞会 跟着节奏跳的那种灯光 你就加个声音感测器 当声音从最大声 往下跳的时候 你就换一下灯 那就可以做到节奏了 好 所以这样子是可以做乱数 那如果你要做那种呼吸的感觉 慢慢亮慢慢按 这时候你这后面这个数字 就要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去慢慢切换 那这时候会用到一个东西 叫做变数 我们要做一个变数 然后这个变数里面的数字是可以跑的 那所以我就制作一个变数 这个名称随便你定 把它叫做亮度 然后亮度呢 一开始我可以把它设为0 然后我每次就去输出亮度 我每次输出的时候就输出这个亮度 那一开始是0嘛 所以一开始点灯就是0 就是亮 然后呢 我每次就改变1 改变就是加1 我就把这个变数加1 如果是减1就是往下减 所以我一开始是0 那我就往上加1 那加几次呢 因为你可以到255次 所以我可以让它 我就不要用重复执行 我换这一个 呃 程式呢 写作的方法 很多种啊 随便你要用哪一种 我现在只是举一个例子 好 我让它重复255次好了 好 这样它就会第一次点0 第二次点1 第三次点2 就一直这样慢慢越来越亮 好 然后亮到255 跑完255次它就停掉 然后我再复制一次 把它颠倒一下 这一次我用减的 因为刚刚已经跑到255了 255次做完之后 它的亮度就会加到255 然后再反过来 让它每次减1 它就会变暗 好 它就会变暗 那所以这样变到最暗之后 我就让它一直重复 这就是慢慢变暗 这就是慢慢变亮 慢慢变暗 重复动作 好 我这是举例喔 好 点 好 现在慢慢变亮 亮到那个128以上 大概就 眼睛分辨不太出来 然后又会慢慢变暗 好 就慢慢变暗 这个就 就比较缓和 那如果你要调整那个频率 好 调整那个频率 就要去改变那个数字 好 改变这个数字 比如说 一次 我一次要加4好了 那一次加4的话 你就不能255次了 会超过的 就大概是 64 不要多 63 不要超过255 这样乘起来不要超过255 好 所以同样这边也是63次 那一次减4 那这样的速度就会加4倍 好 看到 速度就比刚刚快 差4倍 好 所以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控制 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这个部分稍微比较难 因为有用到变数 所以会讲到变数的概念 好 然后会讲到回圈 那个几次的概念 然后讲到变数最大到多少 那个可能都要有点计算 所以这个部分稍微比较进阶一点 各位参考就好 那你可以 你可以先试试这个 水滴乱数 蛮好用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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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